第三天一天后山关公港匆 结果南岛在地龙山匹来建华科吃点心 也一直在在掌国心的比赛当中就像 最近又在国标一天 记得国心乡冬季的铁山草莓所做的技能各 除了共同天然和健康以外 也帮助人民来行销在地龙山匹 当天到国心乡冬季的铁山草莓 是每一粮都很大各地 第三天一天后山关公港匆 来面的地点点 使用南岛在地的水果到農地山 养化好吃的铁山草莓 经常在专国的铁山草莓比赛当中在中 最近就发表以国心冬季草莓来制作的铁山草莓 好吃的民众都相当而乐 蛋糕吃起来感觉这样 不油腻好吃又很新鲜 所以吃起来很好吃 当然我们吃那么多 因为有的铁山草莓 这70克克 吃起来最好吃 它的草莓更大 更新鲜 所以最好吃 草莓塔其实它的连最简单的这个奶油呢 它的奶油是有淡淡的果香 那再加上给的草莓很大方 大颗又饱满又新鲜 那甚至连那个最底层的那个派皮 饼皮的话呢 这样的酥脆感搭配蛋糕的绵密 所以那个层次感是有的 我父母本身也都是南投人 那太太也是南投人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着 希望用在地的农产品来做出一些当地的蛋糕出来 我们一方面希望给消费者能够吃到最安心的食材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南投在地的农民推广他们的农产品 那这表示因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每一大草莓都将只要一粒一粒来洗好清洗 在哪里所有的两个 最大的地线就是绝对不加联合化合调味 用最天然的食材 让社会者能够吃到安心 我们坚持每一个草莓都必须一个一个去清洗干净 因为我们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消费者 像我们常说的 你很放心的把自己的产品给自己的小孩吃 然后我们才拿出来放心的卖给客人 将南投关的各种农产品造成贡人家 其实所有东西最天然的食材来这一则 就算贵定高贡 身份比较高 也要将食品安全 加对帮助南投农民行销 放在第一位 好消费者能够放心吃到最天然好吃的贡人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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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